我自己呢之前在研究就是分级读物的时候 那时候还蛮喜欢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分级读物 因为我就是就像我之前讲到说我很喜欢买书 就有点像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里没有那么多的书 就有点好像小米布小时候的缺憾 所以我很喜欢买书 那我其实以前我自己是一个不太看电视的人 就是我不太会说要转转哪一台哪一台看 我只要开电视我一定会看那种国家地理频道 或是discovery之类的 那所以我那时候对这套书就是特别有向往 然后但他这套书就是还蛮贵的 像比如说我这几本单册是在那个三明网络书局买的 但是呢他每一本单册可能价格都是落在110到140之间 然后那时候本来想说不然看有没有那种整套的 一套24册30册看会不会比较便宜 然后我还特地打电话去问客服 然后他就说没有我们没有整套 你就是要一本一本买 你可以就是30本都丢进购物车一起下单就好了啊 之类的这样 他们就有点傻耶 那淘宝的话 淘宝的话也有卖就是正版的原文书 像这个在台湾买一本的成本是100多块嘛 那淘宝的那个如果 我记得我有看到绿那叫什么绿山墙吗 他们有一套30册的 他有分等级哦 就是pre reader 然后还有一个123这样子 那他好像一套 我记得我有看过24册30册 一些不一样的 有一些不一样的组合 那合下来一本应该是 60吗 我有点忘记 但是就是比 是比台湾的便宜 可是因为还要再加上运费 而且整套买起来费用也蛮贵 所以我就是考虑了很久 那 其实大陆 我那时候就是跟大陆的朋友讨论之后 他有推荐我这一套 就是 这个是大陆的外颜色出的 那他外颜色的话是一个 也是蛮大型 然后他是专门就是在做这种 引进一些国外的正版书籍 然后 它通常就是会引进国外的一些正版书籍 然后会把它做成就是中英双语的读物 那当然看起来质感是就会比较差一点 比如说我们不喜欢看简体字的人 会比较不那么喜欢 可是呢 我必须说 就是是真的蛮实惠的 像他 因为小达人也有嘛 但是小达人 因为毕竟他是可能就是祖国版 我比较担心的是就是印刷品质不好 那 我这个人对印刷的颜色啊 或者是一些品质啊 我会比较在意一点 那我怕就是我买了会后悔 所以我就是会尽量是挑正版的买 那 这一套的话 它这一套里面它是挑了15本而已 可是呢 这15本的这个套组可能才 五六百块吗 五六百块有15本耶 这个是超超级划算的 然后 它的内页我有比较过 印刷的品质都很好 真的跟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 而且呢 而且像小达人是有点读功能嘛 它也是有点读的 而且它的印刷品质就好到 就是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真的是不太会发现它有铺嘛 你必须要跟这个放在一起仔细做比较 你才会看得出来差异 然后我之前 会买这个真的就是单纯是因为它比较便宜 是大陆的朋友介绍我 然后我就想说 好 趁特价的时候就先买回来试试看 但是因为我原本 因为我只看得到这样嘛 看不到内容 所以我本来预期是 它可能标题会有简体中文 但是 或许内容 就是书本不会有 那我买到的时候才发现说 它的封面也有 里面也有 所以我 我其实是稍微放了一段时间 我当初并不是因为它的点读功能而买它 只是单纯想说 它一样是正版书籍 然后又比较便宜 但买来的时候 因为简体中文 就一段时间没有去理它 那直到我最近入手了 卡米的点读币 因为卡米它也可以点外颜社加数 因为外颜社他们家的点读比较外颜铜 一只好像 好像和 和台币 它是5000人民币还是5000台币啊 应该是5000台币吧 反正它非常的贵 所以 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随便下手 再加上我们又不是就是很喜欢 我们应该不会说非常喜欢外颜社的很多书 或是买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 所以大概不太会入手 那我那时候买了卡米 单纯是 就是我之前很想要买小达人 但是很久都 很久都还没有入手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还没有入手 那卡米它虽然跟小达人是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能够点的教材是更广泛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试试看 那回来我就是立刻就先点了这个 你看它的外形式跟小达人差不多了 其实我还蛮意外 就是我点了这个书之后 我发现它的中文其实 大陆腔不会很重 我自己点了好几本 然后我是觉得 它的那个中文是在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呢 它里面 它讲的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尾音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play all的总播放 所以它的发音是很标准 然后念的语速也算偏慢的 然后它会 内文的话其实基本上是全音的 就是跟原版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差异 然后它的内容一直到这个 your turn之后 它后面会有附一个简体中文的说明 就是翻译前面的vocabulary tree 然后翻译每一页 那其实一般它原文的版本呢 它就是到your turn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真的不喜欢简体字 顶多就是把简体字贴掉 或是后面这几页 你就直接把它封起来的话 其实内容是跟那个原文的一模一样 然后又可以点读 然后又价格又很便宜实惠 所以我觉得现在买了这套再加上卡米的笔 我就觉得这样蛮划算的 然后它的音档又是原版的 所以品质都很好 所以这两天开始在点这个给小朋友看 然后而且它即使是pre reader 我觉得它内容还是会有一些些程度的差 就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 就单词是比较少 然后句子比较短 然后也有一些会是比较长的 就这个如果有喜欢或是考虑这套教材的人 我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那当然当初我刚买的时候 是那时候是没有入手任何可以点 外颜色的刊物的点读笔 我那时候想说反正就是pre reader的登记 就是顶多就是自己念就好 对 那大家就可以再看看 叮咬的 是 是 是